中国三年疫情导致经济持续下行 失业率飙升 为了鼓励年轻人不要躺平 中共官方不断推出励志故事 歌颂苦难 近日 26岁的外卖小哥陈思在上海跑外卖 三年挣了102万 被媒体推出来宣传正能量 更多人认为这是一起虚假炒作 我每天跑18个小时 三年来总共赚了102万 我基本无休 所有人都只看到我102万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故事 最高一个月能赚6万 总单量11万6千多单 1月13日 这个名叫陈思的外卖小哥 在受访时还拿出手机 展示了自己的收入记录 2023年8月 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 同年9月收入25,470元 10月收入19,497元 11月收入25,786元 截至采访当天 他的收入为9,897元 也就是说 在这4个月内 他就挣了112,218元 平均每月28,054元 在抖音上 很多人 包括外卖员都站出来发声 说送外卖每月稳定赚3万 这根本不可能 我是没钱 但我不是没脑子 搞新闻炒作的人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吗? 送外卖三年赚了102万 每年赚34万 相当于你每天赚930元左右 算你一单赚5元 你每天要送186单 如果按照跑一单用时20分钟计算 要跑够186单 得干3720分钟 而且前提还得是每天不停的有新单给他跑 然而 一天只有1440分钟 他即使一天24小时跑外卖不休息 也跑不了这么多单 三年赚102万 我看到这个视频很气愤 今天我跑了12个小时 才赚了200元钱 我也觉得有人应该辟谣一下 有一个外卖小哥质疑道 没有一个城市的美团平台上线 就一刻不停地派单吧 你说午餐高峰和晚餐高峰 我觉得会有那么多单可送 其他时间平台真的有那么多单 派送给城市吗 用餐高峰时 一个小时跑六七单都已经很不错了 以我为例 我每个小时只能跑三单 跑了60公里 一天才赚150多元 如果说一天能赚三四百元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但是城市是如何一天能赚尽千元的 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别人都问我 我三年到底能不能赚102万 还记得2022年 那个山西外卖小哥吗 17个小时 他派送了65单 日收入也就是三四百元 那才是官方报道的真实情况 送外卖又辛苦又危险又不赚钱 还要受气 你看到满大街的外卖小哥没有单送 同行们都不相信上海单王的神话 陈思事件曝光后 不仅在抖音 网络上很多人都直呼不可能 在他们眼中 这个励志故事 要么是造假 要么是资本宣传 以命换钱 不值得赞美 更不值得效仿 甚至有网友发帖爆料称 陈思是跟美团签了保单充榜的协议的 美团想要拿陈思来树立典型 只要数据漂亮就行 曾经送过外卖的上海市民王先生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吹牛的怎么可能呢 上海北京几个大城市 外卖是最好的地方 也不可能赚这么多啊 我给人家送过外卖的 一天辛辛苦苦做十几个小时 一个月一万块是最好的了 一般五六千 还要扣这个扣那个 哪里得这么多啊 他又在忽悠 现在年轻人失业这么厉害 他只能鼓励穷苦百姓的孩子 去送外卖了 解决就业问题吗 你只要认真干 能够赚到买房的钱 这是胡说八道 你24小时跑 也不可能赚那么多 就在中国媒体大力宣扬 陈思勤劳致富的同时 有一个自媒体爆料说 陈思被其他的外卖小哥打了一顿 原因是外卖小哥们觉得他在谎报收入 1月15日 有自媒体发布消息称 据说这个外卖小哥被同行打了 同行们边打边骂 叫你在吹牛 叫你在吹牛 帖子配图是陈思鼻子流血的照片 当天 陈思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辟谣 称那张照片是自己2023年 因上火流鼻血时被拍的 自己并没有被打 仍在正常工作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陈思视频中展示了自己的双手 只见他双手粗糙 跟62岁的人的手没什么区别 布满了冻疮和伤痕 陈思说 冻的还有摔的 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 微信公众号亮剑1月15日发文评论道 媒体似乎更喜欢制造神话 对于这一切的真真假假 是否需要验证并不感兴趣 陈思如果真的被打了 自己只觉得难过和悲哀 文章写道 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出被编造的骗局 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最起码陈思那双伤痕累累的手是真的 我们看到的是 那是一双专属于苦命人的手 幽黑浮肿 手上有伤痕和洞窗 文章表示 也许陈思确实吹牛 有些事情确实有些夸大 但编造那些谎言的 也不可能是陈思这个小人物 而是幕后操纵的黑手 应该受到谴责的 是把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包装成励志故事 来忽悠底层的那一百多家媒体 而不是这个苦命的底层小人物 曾经因体验外卖员生活走红的 林仪大学文学院教师行斌 对于网络中的三年百万一世的 真实性保持怀疑 他告诉陆媒记者 一天跑15个小时是极限 我个人最多能跑80单 当时还是疫情最后阶段 快过年了 单多人少 基本上一直有单 现在单没那么多了 12月明显单价在降低 最近看到他们起手在群里说 比去年收入少了10%还多 行斌说 外卖平台在机制上 鼓励全勤和多单 雨雪天气 节假日 平台会设置多单奖励 比如说跑50单奖励50 跑80单奖励100元 连续跑7天奖励150元 另外也会有一些隐藏的惩罚机制 比如跑单少的 在线时长低的 就不给推单 没活干 很多骑手为了拿到 跑80单奖励100元这个数 就会在雨雪天气 节假日拼命跑 跑15到16个小时 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等行业 曾被很多职场人视为一条后路 尤其是中国三年疫情 导致众多企业纷纷裁员 外卖等行业被很多人真的当成了人生退路 但是现在 这些行业也都急剧饱和 根据外卖订餐平台美团的财务数据显示 该公司2021年亏损高达235亿元 而且在经过调整后 亏损仍高达156亿元 2022年传出 这家外卖巨头平台将大规模裁员的消息 据每日人物社去年4月报道 多位外卖骑手因为不同原因 选择了这份工作 其中不少都来自失业大军 比如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 年初开始干了两个月后 就发现像他这样的新棋手太多了 美团北京的50万个岗位光速饱和 竞争进一步加剧 罗颂所属的站点是繁华的北四环商圈 但一天订单量也只有2300单左右 平均每个人只能跑30单 而且集中在中午晚上用餐高峰 其他时间几乎没有订单 招聘广告中的月入18000只是空中楼阁 他一个月到手最多也不超过8000元 而这已经是外卖行业的情况了 一位20岁的姑娘为了挣大钱来跑外卖 结果两天只跑了17单 还有人一天跑了18单 收入只有100多块钱 但电动车租金、宿舍房租、物价一个不少 还有人拼尽全力 在大雨中一天跑了50多单 赚了400多块 但却送错了两单 因为差评被罚1000元 并且强制下限7天 很多人好奇外卖行业最高收入有多少 2024年之前 关于外卖单忙的数据显示 最高的一个是在2022年总入22万 单月最高拿到23567元 曾经美团研究院发布过 城市新青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 按美团平台数据 对11.8万有效骑手进行问卷 详细披露了外卖骑手群体的 真实家庭、收入、工作、生活、学习情况等 而现在全国有700万骑手 按月收入8000至1万算有3% 有21万人 按月收入1万以上算有1% 有7万人 大多数骑手收入是在4000到6000之间 至于时长 这些单忙往往都是一天超过16个小时的工作 一年365天几乎全年无休 前一段时间 中国媒体频繁发布有关年轻人摆地摊 收垃圾的新闻 包括 郑州211女大学生捡破烂实现财务自由 山东林仪00后护士小宋兼职卖水果 两周赚1万5后全职开店 浙江一屋95后小夫妻摆摊 日入9000元 大学生开洗鞋店两个月赚8万 1月13日 山东济南推出90后小伙干瓦工 日薪2000元 7年间从负债到买上一套房的影音新闻 故事男主角谢恩松是安徽安庆人 18岁去山东济南学贴砖 第二年就买车 第七年就在济南买了一套房 还还清了老家的债务 报道称 如今谢恩松接了一个案子 160平米左右的房屋面积 15天的工期 连工带料 他一家三口能拿到4万元左右的工钱 他现在有车有房 日薪相当于2000元 此外 酒派新闻近日也推出影音新闻 浙江杭州的小赵 去年刚毕业 继承家业收破烂 2002年出生的小赵 牵下父母的废品站 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废品回收商 他说 以前大家都觉得收废品的是穷的 但现在收废品是比打工稍微好点 一年一般好的时候收入二十几万 影片秀出小赵有貌美的女友 还一起拍了婚纱照 表示收废品不会影响他交友 下班后 小赵下班切换成00后模式 开车去健身 六年来已练出八块腹肌 中共官方宣扬的 这些底层打工人的励志故事 背后隐藏的真相是 现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让统计部门很头疼 2023年6月 青年失业率为21.3% 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 随后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暂停公布 关于年轻人的就业舆论导向一直没停过 微博网红胡扬说指出 官方宣传痕迹确实有点重 中国的00后一看这套话术就知道 国家在引导我们多岗位灵活就业了 中共官媒频繁推出的这些新闻 有一种常见的套路 就是把被极致压榨的年轻人当作正能量来宣扬 这种宣传淡化了长期以来 由于社会的不公 造成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不公 弱化了底层民众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让人误以为自己挣不到钱 使自己不努力 2023年3月1日 中国官媒央视发布系列视频 靠力气赚钱心理财踏实 该宣传片旨在歌颂苦难大众 视频讲述的是一位重庆的流动搬运工 然光辉的故事 他拖着沉重的货物 在大街上往前拉的照片 火爆全网 视频中的话外音在评论 然光辉相信夏立也可以爬坡上坎 这既是社会运转的本源逻辑 也是无数平凡人的生活信仰的时候 视频中突然闪过一辆保时捷轿轿跑 与然师父的人力车相对而行 对比强烈 原本想要借由然光辉奋斗不止的故事 歌颂苦难大众的视频 被这个只有几帧的画面毁了 只因这个无意中闪现的镜头 展示的是中国真实的苦难 底层民众与开保时捷的富人群体之间 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巨大的贫富差距 有位网友说得好 如果真的觉得这些农民工很辛苦 那么就请多善待他们 而不是看着他们在高温中作业 假装关心 说出一句致敬 如果真的觉得这些农民工很辛苦 那么就给他们高温补贴 而不是看着他们在高温中作业 不痛不痒地说出一句辛苦了 如果真的觉得这些农民工辛苦 那就给他们多倍降属物资 宿舍装上空调 而不是看着他们在高温中作业 残忍而愚蠢地去歌颂苦难 中国著名作家王硕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 世界上最无耻 最阴险 最歹毒的赞美 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励志故事 愚弄底层人 总是有大把大把的人 歌颂各种身处苦难的人 比如说 怀孕八个月的女子 深夜送外卖 年过八旬的爷爷 捡废品养活两闺女 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再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你不是最惨的 比你惨的人多的是 你要知足 你要奋斗 然后你感动了 擦了擦眼泪 然后把心头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 往下压了压 然后继续像老死的驴一样 日复一日 然后你觉得 人必须要吃一些苦 才能变得高尚 才能变得崇高 这种想法不仅有害 而且有病 苦难就是苦难 苦难不会带来成功 更不值得追求 不要试图从别人的苦难中 品尝到感动 他们身处苦难 不是为了让我们共情 更不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 是因为他们无法避开苦难 在中共政府治下的社会 总有既得利益阶层 在不断为穷人熬制鸡汤 让穷人不要有不满 而是要勤奋努力 日复一日的拼命干活 这些鸡汤的目的 就是不让穷人实现认知觉醒 让穷人深陷勤劳致富的陷阱中 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暴政的统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